杨千话与众星合影,自己满头白发,古天乐言直回声,轩轩重返30岁 最近杨千话在微博晒出一组与其他明星的合影,一入眼帘,老编立刻被吸住了眼球,这些曾带给我们青春记忆的人,如今气色都挺好,同时,他们不改当年的容貌,让记忆也变得鲜活 首先先出几张若牌,这些人老编对他们没啥印象,如果是明星,数目孤陋寡闻 不过杨千话这一头别致的银发倒是很多眼球,给评宿里看起来比较朴实的杨千话度了一层金,显得时尚而前卫 一起合照的人神采飞扬,看着也让人心情很好 这位大叔的眼神亮了,老编刚刚刚颤了一下,您何许人也,可以戴上更深一点的墨镜吗 这位女生好像是唱歌的,老编在哪儿见过,看起来人不错 右边的薛凯西还是那么青春尽力,中间这位看穿着莫非是位足球教练 方忠信大哥,你的样子有点调皮啊,你不是一把胡子的秦王吗? 怎么不见你脸上多条皱纹? 球包养秘籍 君如姐,咋又是你呢?最近随便看个综艺节目都有你,都快忘记你当年的把我都爬在床底下的样子了 好几个明星和影里都看到你了,朋友这么多介绍老编辑个呗 过儿,是你吗?一直以为来到现代的你手臂数量恢复正常,是用你的颜值换来的 可如今仿佛那跟你做交易的人,跟你成了朋友,所以就有把颜值掰了一半还给你了一部分 也可能是你古天乐慈善做的太多,把老天赶化了吧 轩轩姐,这么多年了,每次看见你,都想看见当年的你 你是不是喝了不老全的水了?怎么就没变化呢? 一定是的,肯定是三十岁那年喝的,我说的没错吧? 球群演位置,我开导航查查 这张就厉害了,鼠脸不要太多,老曾,曾志伟,老郑,郑一剑,老吴,吴振宇,两个老林,连家洞,连小峰,顺序是打乱的哦 按照老编心目中的他未来的,不是照片顺序 还有几位也比较脸熟,但是忘了名字了 看这阵照,还不是一个一般的派对 看了这么一圈,你觉得谁最年轻,谁最静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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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